美国大型燃油运输管道运营商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日前遭到勒索软件攻击,被迫关闭旗下成品油管道干线。 受此影响,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出现汽油短缺,油价上涨。 11日,从佛罗里达州到弗吉尼亚州的加油站出现汽油供应紧缺,引发消费者的恐慌情绪。 美国汽油价格跟踪网站Gasbody11日发布消息称,亚特兰大市区超过20%的加油站没有汽油。 由于需求激增,弗吉尼亚州7.5%的加油站和北卡罗来纳州5%的加油站当天也出现无油的情况。 美国能源部长詹尼佛·格兰·霍尔姆呼吁人们不要囤积汽油,并表示汽油供应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随着疫苗接种资格扩大,全美已经有半数以上成年人已经至少接种第一剂疫苗。 然而,距离达到拜登总统独立日前70%以上接种率的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 因此,白宫11日宣布将与Uber和Lift合作,在7月4日前,凡达车前往疫苗注射站的民众一律免费。 Uber与Lift均表示,这项免费疫苗接送站的服务是真的免费,不是联邦政府带旅客支付车资。 而软件相关更新计划也在进行中,预计两周内,民众就可以从APP上预约来往疫苗注射站的免费车趟。 美国乔治亚州富勒顿县一个大陪审团11日以谋杀等罪名起诉亚特兰大地区枪击案嫌疑人罗伯特·亚伦朗。 现年21岁的朗涉嫌制造的三起枪击案造成包括6名亚裔女性在内的8人死亡。 富勒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表示,他将对朗提起基于种族和性别的仇恨犯罪指控,并寻求判处其死刑。 据悉,朗被指控包括谋杀、殴打和恐怖主义犯罪等19项罪名。 美国紧急宽贫福利计划12日启动,2020年因疫情失业或收入骤减的民众, 每月可获最高50元网络费用补助。 在原住民部落地区每户家庭网络补助费,则为每个月最高75元。 该补助计划的适用对象包括2020年2月29日之后,因为疫情而失业或大幅减薪的民众。 如果2020年个人年收入在99000元以下, 夫妻和平报税、家庭年收入19万8000元以下的民众便符合申请资格。 居家网络及手机账单均适用。 但民众必须办理登记才能领到补助,领取补助者并不需要具备美国公民身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对巴以冲突升级,身表关切, 对冲突造成巴以双方越来越多的人员伤亡,感到悲伤, 并向死难者家属致以同情。 声明说, 以色列安全部队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克制, 避免过度使用武力。 向以色列居民区滥发火箭弹是不可接受的, 必须立即停止使局势不断升级的行为。 联合国正与有关方面合作, 谋求以尽快缓和局势。 5月10日以来, 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火箭弹。 作为回应, 以军空袭了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于130处军事目标。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说, 以军的轰炸造成巴方约30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美国劳工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季节性调整后, 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增长0.8%, 通胀压力大增。 数据显示, 4月美国CPI同比增长4.2%, 创2008年9月以来最大同比增幅, 提出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核心CPI环比增长0.9%, 是1982年4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受需求刺激增长, 被视为关键通胀指标的 二手车和卡车价格环比增长10%, 创1953年以来最大增幅。 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4%, 同比增幅达2.1%。 数据公布后, 股市投资者对高通胀的担忧加剧, 股市急跌。 并不足的能源侠对高通胀的担当情况。